韩国流学通网 我们回想一下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讲的是它的交际非常的广泛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抓住了它的脚腕子是什么意思呢 被拖后腿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爬木 爬木呢爬那是脚啊 这个木是这个腕啊 比如说这个手腕怎么说呢 村腕啊 那么脚腕呢 爬木啊 那么 抓住了这个脚腕 那么被抓的人怎么样呢 他不能走啊 他只能是这个驻足 或者呢是往前前进不了 被拖后腿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被拖后腿啊 被一件事情牵绊住了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韩文的解释是什么呢 摸买了一件啊 河等一日不得给亚打 那么 可那表示什么 可那表示呢 这个要么要么 要么呢是一定是驻足了 让他在这里停留 要么是什么呢 让某件事情呢 不能够做成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被拖后腿了 这样的意思 那么怎么说呢 爬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